当代艺术是什么 艺术家杜上把小便斗反过来放 取名喷泉 这样的装置艺术就成为当代艺术 也开启了所谓的打打主义 如今台湾有一位艺术家 把收藏的赤售反过来表画 也成为艺术品还开了画展 过去画油画 要扎实的功力 才能够显现它的真上美 不过这一次 我选择了思想的转换 因为大家现在在追求当代艺术 那到底当代艺术是什么东西 录像 说把马桶 缓过来 作为专制艺术 它就是当代艺术 那我们把洗脸盘换过来也可以 我是把刺绣的缓面贴过来 然后签上我的名字 盖上我的印章 那它就成为我的作品 林复南也强调 当代艺术就是思想的转换 并引用霍金的说法认为 思想才是艺术的本质 自我前世是说 这个就是艺术当代的思想 霍金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人跟芦苇有什么不同 就在于他的思想的转换 所以我觉得当代艺术 最主要的不同 就是他的思想的转换 而不是他的技巧 也不是在于他美彩的改变 至于在作品中该如何去表现思想 又转换表现了哪些思想 林复南以刺绣的背面表现 其实亦有所指 说这些作品刺绣 没有一张是属于我的 当时每一个刺绣的创作者 他只顾着表面的美 我就把艺术的背面 缓过来贴着 清账名 将这些真正杂乱无章 毫无章话的呈现给各位 林复南以刺绣背面来表现 其实源于对父母亲 无为不至的关爱 与对梁老林家的怀念有关 我的父亲长期以来 对我的那一种鼓励 对我的那一种训绵 我经常无时不刻 会去想念着 说爸爸当时怎么把我带大 那毋庸在说 妈妈对我的照顾 那是如何的无为不至 我说我对爸爸怀念特别多 那对母亲呢 我觉得感伤特别多 所以在那一个过程当中 我就想说 我如何来透过艺术的创作 来表征对父母亲的真善美 当我们很勉强很努力在念书的时候 是没有很看到的 那我就想到刺绣的表面 是相当的华丽 那这一些辛苦的背面 为人不知的这些背面 将它呈现真正真实的伟大 所以林复南透过画作表现形式 所要表达的是 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 每一个人背后的辛苦 父母亲对我们养溢之恩 就如同他当时可能砸到了所指 他可能流了鲜血 但是那一滴鲜血 不会表现在刺绣的表面上 但是从他背面的彰滑 我们可以看得到 所以四兄他无正 无缓 无贵 无贱 我们应当要去珍爱他 所以思想是艺术的本质 思想让艺术创作有了新的意义 记者华安安高雄报导